有消息称美国国务院 你以所谓中国疫情状况为由 批准其驻华使领馆授权撤离 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中国疫情防控严谨科学 防疫策略行之有效 也很好地保护了在华外国人士 中国防疫措施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等相关规定 充分照顾了外交领事人员的 舒适度和正当权益 中国目前无疑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从最安全的地方撤出 只会极大增加美方人员感染的风险 美方的决策逻辑令人费解 难以自圆其说 中方已就此向美方表示严重关切和不满 希望美方遵守和配合中方防疫规定 认真对待中方立场和关切 慎重考虑所谓外交领事人员 授权撤离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